南投县体育会日前召开第八届第一次会员大会即礼监事改选 各乡镇体育会会员出席踊跃 潘一泉副议长以全票15票当选连任 潘副议长感谢所有会员的支持 让他得以连任 并表示自己将贬持过去的热忱 继续为南投体育界付出 真的感谢我们所有的国乡镇 我们这些理事来支持 让我继续来连任南投县体育会理事长 我们的宾室就过去 对体育会日前的付出 继续来跟南投县体育会最付出 希望我们一些好朋友 对我们的运动会可以 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 相信我们南投县体育 在这几年的进步神述 大家都拥慕共睹 希望我们管政府继续跟我们支持 县议员侯明科齐许体育会 在潘副议长的带领下 及所有会员配合体育会 推动各项赛事 会晤能争争至上 今天是我们第八个的选举 所有天空店的代表 都真的允议来参加今天的选举 选举的结果 也是由我们南投官 议会副议长 盘一专副议长 来联认到我们理事长 希望我们理事长在地八个 率领之下 国管市所有的理工师代表先进 可以共同 配合共同 来参加我们南投官 贴合会大大小的药树 贴合方面的 可以更加 整整日上 现议员蔡宗志 全票当选常务监事 她感谢潘副议长 过去四年带领体育会 参与各项赛事 创造了许多家机 副议长 盘一拳理事长 并当场聘任了 六位副理事长协助会晤 分别是 蔡宜柱 简锦贤 陈淑慧 洪明科等四位议员 以及江子信乡长 张嘉欣秘书 她期许未来 在所有会员 共同努力推动下 让南投的体育 更加进步神速 记者王水仙 南投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